對於艾卡莎多一點壓力 給他多一點防守的壓力 因為看他運球有點進去中中 是 有點持球的味道 河西上籃 李魯瑞沒辦法滿意對贏 河西在第二節個人已經攻得7分 對 第一節讓他們的其他權分發揮 第二節反而現在看都是 河西一個人的發揮 在競技得分方面雙方差不多 因為有河西的關係所以 喔 這次狂手切肉 對 而且走一個後門的戰術 在比奈你防守所站的位置 站得過高的情況下 後面又沒有對方的防守 這種走後門的戰術是最漂亮的 在WSBL 文俊已經平均勉強 也有3.06次的助攻 他其實也是WSBL今年賽季的 助攻第六名的選手 再看一次 在高位之後呢 突然間走一個後門的戰術 最後一個假切 假裝走走邊 突然間從右邊的切入 完全擺脫了防守的球員 馬以洪個人也封得6分 這球被中央隊抄走 交到前面馬以洪 一對二 突然放慢 看看隊友在哪裡 跟上來的是李佑瑞 法律師出手沒進 馬以洪 恭喜成功 重新再組織一致 一會兒可以單打 應該沒問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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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央隊繼續保持領先 29比21領先 28分 雙方比賽還有6分25秒 雙方都在過程當中 來做一些調整 還是不錯的比賽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再重新再組織一致 然後再到一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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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